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有缓活的迹象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时达成重要故事 新华社的报道就说 双方同意明年1月1号起 不会再征收新的关税 不过美国白宫则是强调 是将关税开征的时间展延90天 双方这项决定 让贸易战终于有了破冰的迹象 中美两大国的领袖围着长桌并排而坐 这是两国贸易战爆发后 习近平和特朗普首次面对面正式会谈 尽管贸易战打得火热 但两人在会谈开始前 透过言语相互释放善意 根据媒体报道 双方的会谈比原定时间多出一个小时 而且在会议结束时 现场传出掌声 新冠两国代表没有第一时间公布会谈成果 但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随后报道 两国同意美方原定明年1月1号起 征收新一轮关税的计划确定喊停 这是双方会谈取得的重大成果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泽形容 双方对话过程顺利 白宫决定将新关税落实的期限展延90天 好让双方有更多时间进行磋商 尽管两国都没有公布更多细节 但外界解读 美方暂时同意不征收新的关税 已经是两国贸易战破冰的开始 NTV7综合报道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